那么我们先来看 因为现在呢 电子书也越来越多 我要问一下大家就是 如果这是书的内容 请问你可以在搜寻引擎里面找到 完整书的内容吗 我们大部分搜寻引擎是不是都只能找到什么 只能找到就是关键字啊或者 简介嘛还是人家介绍的心得啊 整本书可以找吗 所以 书的部分回到最传统还是只能用书签嘛 可是这样就很困扰 因为 我明明知道有 这个书里面我看过那一篇 或者那个位置 可是我不知道 不确定那个在哪里的时候就有点麻烦 那电子书刚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电子书除了各位你在我们学校图书馆界以外 这里有个网站你可以找一下 这里有个中小七月网络大学校 网络大学校 您可以过来看看 那您在看这网站的时候可能要麻烦你用这个IE看 因为 他的 线上课程 他不只是有电子书 他的线上课程部分 那个影音要用IE看 所以电子书就没差了 电子书就没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切到各位的画面上 你看进来之后 虽然他叫中小区网络大学校 跟我们大学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网站应该是目前政府投资 投注比较多资源在上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所谓的学院 有没有 那这个上面都是什么 都是 影音课程 这样我下次就不用再来了 对不对 你看吧 你看那么多 有没有 而且不只是资讯类的 比如说各位比较属于财务金融类的 有没有 会计 那些上面也都有 人力资源行销流通都有 那这个呢你就可以直接 进来看 那你可以先注册一下 那他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 比如说你看这有新的 有没有 所以其实我会跟各位讲说 现在的趋势 面对面的 还是会存在 比如说各位平常上课还是会有 但是 会减少 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让各位是属于自我学习 线上学习 所以你要会找这些资源 那你会找这些资源之后距离就不是问题 对不对 比如像我明天我要去物色 那物色上课他们比较远啊 你说他们要平常要参加什么延期是不是 机会就比较少 因为光上山你这样至少要一个多小时 那这样子 的话就比较没办法 当然这个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这种面对面的 因为面对面是 有临场感 你如果是上这种线上课程的缺点就是因为没有互动 所以相对比较容易睡着 相对比较容易睡着 所以如果你一分期 看完了没关系 所以这个各有优缺 那 我们今天要讲的不在这边 我们要回到他的电子书 这一块 那你可以免费加入会员 可以免费加入会员 那 不过呢 电子书的部分 你刚开始加入的时候不能借 因为你的等级要够才行 这里有分等级 你看他有这个 状元极地 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分 你看 有没有很久没看到这些字 状元邦言 汉花 你们 大家都是这个吗 对不对 近代近世 近世近世 没有人跟我一样吗 你们都都两个 对不对 哎 你基本上呢 各位刚开始加入叫博丁 莫胡四丁 要到这里才行 布医 你要到布医才行 不难 你看那个点数 这个等级介绍 刚开始进去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是零点 你只要超过100点 就可以借了 那 怎么样提升等级 对不对 哎 你看一下 提升等级 加入会员就五点 所以很快的 但是一个学习都没有来 扣十点 不认真 好 不认真 那 选一门课 没有看完 也是两点 有看完再加三点 所以其实蛮快的 好那 它上面不只是只有什么 只有课程 还有 演讲 有没有 还有这个 栽药 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有分数 这样大概了解一次 很快其实就100点了 那你100点之后就可以借 那比如说我现在我用我的登录 哎呀我已经是秀才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我就可以借这个电子书 那比如说你看我们来看这个电子书 他电子书现在最大麻烦就是 每家的阅读器不一样 所以 这个是比较 伤好心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是看周刊内的 有没有 请问你去图书馆看得到当期的吗 我们看到都是好几期的吗 对不对 是减 减好几期 对不对 因为你当期的大部分都被借走嘛 不太容易你马上就看到 来这边直接看就好了 直接借阅 好那 这里还有其他的 但是你需要一个阅读器的软体 好那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想看这个你可以按借阅 或者按更多电子书 好 那 请你24小时内要还 平常大家那个看借书的话学校是可以借多久 两三个礼拜应该有吧 对不对 一般外面图书馆是一个月的样子 一个月 可是我只剩24小时 这样会不会觉得有点残忍 不会啦 为什么 关掉就还了 要看再继续就好了 对不对 你今天真的借书回去的 请问你 真正看那本书的时间有多少 借的时候 看封面 还的时候看封地 看完了 对不对 其实 你真正看的时间真的很少 可是 因为你借那么长 所以流通率自然就低嘛 那这个呢就比较简单 你看 确认借月 好 进来了 OK 有没有他有个下载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搜寻 他有一个阅读器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阅读器打开一下 看一下 把阅读器打开了 进来这边他一样会要求你登入账号密码 所以我如果要看这个 看这个 不懂得 你就点两下 他会要求你登入对不对 那我已经设计住了 所以他就会把书下载下来 这样大概了解吗 你没有想过 那我都下载了 干嘛要还 哈 他不会消失但是他有保护啦 不然的话他就不用啦 对不对 所以 来你看 我们就看吧 有没有都跟正常的一模一样 只查在电脑上看而已嘛 但是在这上面最重要的是 他支援全文检索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 不管你是书是杂志 我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要那个 能够找资料啊 比如说我这里找 行 族 管 好 我就找看看 我常常告诉你第几页有 有没有 好就点过去 他就是跳到那一页去 没有 这边 没有跳过去 应该有啦 有没有是不是跳过去了 有没有帮你把关键字mark起来 有看到吧 这才是我们要的东西啊 因为 你的 资源全文检索 我这样要找资料就真的快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国内很多电子书 他的做法是什么 上面是图片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全文检索 但是这里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找资料就相对容易 虽然说电子书的市场 现在还在慢慢开始 但是 慢慢会越来越多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收藏 就是做好分类 好那我这样 是不是就找就很简单 这是第一个我们跟各位介绍的在 这个 中小区的网络大学校的 那么 另外呢 馆藏比较多的应该是 这个公共图书馆 也就是国家图书馆 他的电子书服务平台 那这里呢 一样 你还是要下载那个阅读器 这是最讨厌的 但是他们都有一样的概念就是 你一定要能够 资源全文检索 他们用的阅读器基本上是 应该是同一家公司的 雷同的 跟台中图书馆都是类似的 好 那你可以在这边简单的搜寻 那也可以从这边去找 不过他现在书还不算太多 最近九尾喇叭 还蛮有名的嘛 他的书不是都 有几本已经 变成公开的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找看看 那 如果你有喜欢的 你就把它点下去 他也是一样要下载下来 或者你用那个阅读器 去做浏览 这样大概了解了吧 好所以你看除了图书馆 我们 大学里面图书馆可能 专业书籍比较多 但是在一般性的图书馆 可能就是 一般user 他们在看的时候 资讯会多一点 资讯会多一点 那 台中竹竹馆也有 那这个我就不用过去看了 因为这是类似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 所以你看电子书可以像这样去玩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把画面就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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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